今天主要工作就是再進一步 去看看有沒有流亡之餘 今早我和在場過千個同事都接觸過 他們今天真的第二次洗樓 昨天例如有些沒有開門的 沒有應門的 都有扫門不少的 我們今天進一步去洗樓 找到這些出來 做最後一次的檢查 然後我們晚上 能夠全面掌管控制情勢之下 分析了有多少是所謂的結果是怎樣 跟大家交代 通知有關的人等等 所以我們有信心 如果一切是沒有變的話 明早六點鐘就可以解封 六點鐘可以恢復正常 自民居民六點鐘可以上班 如果大家要擔心 我們明年會不會到達 我們看見 我們要求他 其實我們要求你 我們要求你 我們要求你 感谢观看